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 大革命 這種應該是比較排汗的材質 不過我喜歡以前純棉的 這種材質就會粗粗的 看我在看留言的時候就把 就把 殺掉了 去死啊你們 我什麼都不記得 有嘔吐物與血液的小水蛙 感覺他快把內臟都吐出來了 有嘔吐物與血液的小水蛙 有嘔吐物與血液的小水蛙 一個空的旅用錢包 有著經驗花紋 看起來價值不菲 裡面有個柔皺的帳表 上面寫著一個商人的地址 多米克街 三十九號 為什麼突然覺得 腹中的運動褲變得很複雜 有著跟那個男性屍體旁邊 相同的黑色液體的玻璃瓶 上面沒有標籤 一個身分不明的流汗和屍體 他的衣服破舊又充滿久臭味 很明顯沒有死亡太久的臭味 外觀沒有明顯的致命傷 不過眼睛瞪得很大 應該還有一個線索才對 這個嗎 奇怪的黑色液體水蛇 聞起來像是某種噁心的補藥 疯狂效尻 疯狂效尊 我还是把血补满比较安全 我的补鞋快没了 新版的变成外面那种廉价运动物材质 他怎么会突然想满 这就是什么老人长期运动物会会拿到的那种 那种材质不是都超好的吗 是吗 觉得不爽啊 这种材质一个一个洞的网格铺 那网格铺好像什么排汉用的吧 我也不喜欢那个 不舒服 妈这里没有 没有什么地点可以看了 只好去看看有没有新的 另外一个线索能不能再提供我一些地点 所以你们为什么 都要去参加老人运动会 你很煩欸 什么猫病啊 到底要什么猫病啊 这么远我还不能躲勒 我已经没有药了 再打斗我就要死了 我的问题太经典了 每次去都要拿好几件 国家堆仓储 我认识是我的老板 女士不来到工作了 但我们的汤匙 我们不认识的汤匙 但没有这类类 我没告诉你 我们的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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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杀人他为了补药 与药才 各式代售的皮夹 唯一相同的是都很昂貴 看起來他們使用過那個死亡女性錢包 相同的經驗刺繡技術 與案發現場完全一樣的瓶子 只是它是蜜蜂的 我沒有辦法確定 確認內容物的顏色 啊 我就拿一罐走就好啦 就要借我一罐啊 為何有給我剩下兩個地點啊 那我不用為了找地點苦惱 先去這個比較遠 對,這瓶子是由 Madame Baudry的店 我會認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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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朋友山木馬蘭 給柏德里夫人的信 柏德里夫人 我發現我們前幾次的對話 讓我們不太開心 為了表示好友 這裡是新鮮的新款補藥 讓你試試看 它就在這包裹中 我確信比起其它補藥 你會更喜歡它 你的朋友山木馬蘭 你的朋友山木馬蘭 你挑不到一件 不錯看的博外套 現在一直在穿的是 難... 難得有好看 你為什麼非得要從那個運動會裡面 去挑你的外套呢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對這個進行一些交... 一些互動啊 他不給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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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欸 我先互動別的 更多 跟在暗發市場一樣的藥品 跟補藥品 我覺得藥品跟補藥品 都會長得差不多啊 沒有辦法成為什麼證據 滿是畫權方程式於補藥配方的筆記本 有些看起來 是能簡單 用唐吸式的合成品 這還可以當補藥 啊我就插這個了 欸有了 一組 一組 蜀和 岩 破吧 他們最近有被使用過 我問他天天的 我問他天天的 這個不愧是五星的超難 到底在講什麼鬼 有...有想法嗎 有...有想法嗎 啊 啊 商店商店我要補 藥品 他為什麼不敢問他 橢封裡 嗯...他是這樣說的 不同的化學與醫療看護 提供了延伸閱讀的資料 嗯... 呦...我開始覺得我的上衣都要定做了 為了制服...定做吧 嗯... 法人還有磨成粉的 炎楚和鹽薄 有著相同難聞的補藥味道 最近有被使用過 看起來全是精心... 手工精緻的瓶子 有著強烈的藥材與補藥味道 空瓶子湖與鍋子 基本上就是化學家需要用來製作不要的一切 藥機舖應該很忙 所以...資訊就這樣 資訊就只有這樣 你看... 這塊資訊也太少了吧 想學金都拿去買衣服了 為什麼啊...要定做 是...為什麼... 呃... 上衣是怎麼...怎樣的上衣啊 沒辦法啊... 又... 瘦...肩膀...又寬 欸... 我不太會...為什麼... 谁啊救救我 到底 谁 才是 凶手 感觉这个 工作坊的药就是假的药 因为它有糖 然后药剂铺应该是真的药 唯一不知道药是哪一个的 就是商人 不然我猜商人好了 没有意见我就要猜咯 没有意见我就要猜咯 商人应该是这个吧 我猜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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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跟他闹不愉快的 反正大家都猜一猜 啊 被盯上了 麻烦你 不想打 就是你 那就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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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認識它 我們有我們的問題 但我不會做這種事 啊 他有動機啦 因為那個夫人跑去買便宜的 便宜的藥不跟他買 來看看案件的解答到底是什麼 他絕對是偏檢 哈哈 我也覺得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是他 猜不到 唯一想到就是因為他沒有跟 他跑去跟另外一個買補藥 所以我覺得 再怎麼樣也會比較想殺那個做假藥的商人吧 然後來看看案件的解答到底是什麼 反正我錢多啊 對啊我錢多 我裝備到已經全部換完了 又忘記等他先跳 又忘記等他先跳 是比較瘋狂的消費者 但同時也靠著添加廉價品 到其中來出售賺錢 當本來就跟他關係不和諧的馬蘭 發現他為什麼 發現為什麼他的生意越來越不好的原因後 他把新的補藥給了他 讓他試吃 博德里夫人收到了新的補藥 並在沒有人發現的情況下 試吃了補藥 並被發現死在小巷中 一個不幸的母業遊民拿到他的屍體邊 搜刮了他的錢包 並嘗試了被下毒的補藥 非常不治的決定 這個太難了吧 好啦 所以我後來想到有沒有錯 就是因為生意九份 欸 百科傳說 為什麼我都要這麼多人 不對啊 這個人我看過啦 這款人我看過啦 這款人我也看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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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人我聽過啦 那應該是 上次最後的時候看了沒有錯 這款人我還看過啦 那要長 有些 salah的角色混出自己 這個人誒? 请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來囉 我來囉 剛剛的資料咧 剛剛的資料咧 算不見了 資料 山日爾曼得配區 在法國大革命前 山日爾曼得配區 曾是貴族們爭相購置 鄉村別墅的熱門地區 鄉村別墅的熱門地區 鄉村的修道院 曾是法國最富有的修道院之一 這個地區的 第一座教堂是在 西元558年 建立的 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 這裡的修道院 由教堂轉為倉庫用途 餐廳裡 儲藏了 一萬五千噸的火藥 也因此在 西元1794年8月 一場大爆炸毀了 原本修道院的部分建築 現在看起來 這似乎是必然發生的事 但即便這裡原本是教堂 仍不可 避免地成為 修道院監獄 在 西元1793年 許多慘絕人寰的屠殺事件 在此發生 由於 在資料庫進行 事實 和查時 不能受到干擾 我們的線性時間知覺 似乎不可避免 你被爆炸了 不太懂 能夠 這上面應該可以 看了 味道 易版 差點 此刻 Даже 大革命只要少了背景的抗議聲就有一種不習慣的感覺 比起這個你死幾次比較有可能記得 真的嗎 我死幾次 我刺客沒有很常死吧 我究竟會不會被瘦下去勒 啊他要開槍了他要開槍了不要打著我 啊喔喔喔喔喔 NO 這樣也會死的喔 槍法那麼準幹什麼 我覺得我再爬一吃的時候一樣的結果 這樣變成我要先 他要殺了 還有一隻 沒了嗎 他要殺死 這些人 我都很喜歡找我茶 我覺得下班區的敵人都會喜歡找我茶 哪有有沒有搶 我都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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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綠色空間的名字是要讚頌希臘的戰神 而他的草坪被法國軍隊用作練習場 周遭有壕溝和樹木環繞 然而人保持開放讓一般民眾使用 甚至有時作為巴黎熱氣球的遊樂場 因此這是巴黎民眾最喜歡的休閒地點 也是法國大革命自1790年起關鍵時刻的重要地點 在1790年7月14日 即使下著滂沱大雨 仍有超過30萬民眾參加聯盟節 以榮耀攻破巴士底監獄 聽起來很棒 我們一定要去參訪一下 在1793年11月 巴黎前市長讓希爾萬八一被瘋狂的暴徒 在場上的壕溝折磨了兩個多小時 他被送上專屬的斷頭台之前 他的處刑是為了贖罪一事 事實上我還是不要去好了 到底要去還是不去啊 在1794年7月8日 在戰神廣場舉辦了至高主宰日 由羅伯茲碧爾設計並慶祝 隨後由他的雅克兵派同事們模仿 令人難以忍受到一切 而這加速了他的倒台 不斷整平與延伸後 他在140年後成了古斯塔夫 埃菲爾建立巨大鋼鐵建築的最佳地點 之後戰神廣場被用來舉辦王子婚禮 全國演習會與賽馬比賽 還有音樂會或是二十世紀時雄偉煙火表演 Elyse I You cheated You took too long I love you 拜託 I'd be 肮大鋼燬 Iな